有朋友问388港交所现在还值不值得追入呢? 这件事去看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上升空间 其实都很取决于下半年大市成交量 以及IPO的状况 是否仍然可以保持现在 是一个稳步上扬的状况 如果业务可以稳步上扬 当然对于股价表现来说 亦都会有一些帮助在 如果假设刚才那两个有因仍然存在 股价下半年来说 我相信有机会可以看$445到$450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刚才说那两个有因 可能暂时都有些变数 又或者是已经偏向反映在股价上 看看有没有机会稍微调整一些 例如下到$380或$375这些位置 才考虑部署吸納